切实强化 责任担当 中国改革发展的巨大成就 是广大干部群众 毕露拦领 千辛万苦 干出来 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成就中国人民的幸福与追求 还得长期不懈的干 为政与功 行胜于言 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 要求真务实 历见浮华 以推动改革发展的成果说话 以干事创业的实习交卷 健全 激励约束机制和 禁止免责机制 营造干部愿干事 敢干事 能干成事的环境 更好发挥中央和地方 两个积极性 尊重基层和群众 首创军神 为地方大胆探索 提供激励留足空间 广大干部 要树立强烈的责任心和进取心 事不必难 亦不逃责 埋头苦干 结合实际 创造性地干 努力干出无愧于人民的新业绩 干出中国发展的新绘画 直播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 建筑 谢谢大家